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故障呢 所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 上帝为我今天的信息做了一个预备 今天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上帝造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人生命的本质是会存留到永恒 而动物生命的本质呢 只是为了肉身成活 因为所以因此你会发现说 人跟动物其中一个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是人对时间有意识 所以人会为明天去设想去安排 但是呢你就发现说动物不会 而动物只是为了什么 存活 所以人不但会为着明天去设想去安排 人还会为着什么后世设想 所以我以前十多年前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当我爷爷过世的时候 我奶奶就准备在我爷爷的旁边买了坟墓了 我但是就想不明白 我说我奶奶这个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买坟墓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 许多的人在年老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的后世什么 做了很多的设想 所以这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会发现说明明像蚂蚁啊 狮子啊这些 可能有一些动物确实也会储存一些食物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 狮子老虎这些的猛兽 他们捕捉猎物只是为着什么 只是为着他们那个时候肚子饿 所以他们需要捕捉猎物为食 所以他们并不会说设想到下一个月会有食物的欠缺 所以要多补一些猎物在那边 他不会的 而蚂蚁呢 蚂蚁他非常殷勤的储存食物 那不是因为他懂得为明天或者为明年设想 那蚂蚁呢 他是因为被造成一个殷勤储存食物的一种生物 他们有没有发现 所以他这么做是属于他的一种本能 不是因为他有时间的观念 总得为明天去设想 但是呢 所有的被造之物当中 唯有人是对时间有意识的 所以人 你发现说我们人不会因为我现在吃饱喝足了 我就什么 我就有喜乐 我就有满足 人不会因为吃饱喝足就有喜乐都满足的 你发现说今天的人 我们吃饱喝足之后 还有很多的什么 还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人会为明天感到担心 那我们甚至想到死亡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迷茫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赐给我们有什么 有永生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他说神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人是有永恒观念的 人也是有永生或者是永死的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明天 所以明天已经上帝为我们做出安排 大家有没有想过当在以色列贝鲁的时候 在以色列贝鲁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什么事情 在耶利明说29章的11节 上帝告诉他们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因为神知道对明天 上帝知道我们人对明天 对末后是有意识的 所以他也知道我们会因为今天的痛苦 而对明天失去盼望 所以以至于今天 我们为着这许多的苦难的缘故 我们心里面就有很多的什么 心里就被折磨 所以上帝就安慰我们 所以上帝应许我们 今天与他的同在 也应许我们明天跟末后的祝福 虽然以色列人贝鲁了 可是上帝就在那天安慰他们 没有关系的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贝鲁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同样今天发生的许多的苦难 也是上帝的祝福 虽然我们今天可能 你看不到上帝的祝福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知道上帝说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 所以我们人 因为有上帝 明天跟末后的祝福的缘故 我们人才能够活在这个什么 平安跟喜乐当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要明白一件事情 明白今天我们人对时间有意识 那今天我们就应当面对 我们如何来安排我们的明天 我们有一个责任 在上帝的面前 我今天如何去安排我的明天 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一种道德责任 那你说为什么这是一种 对上帝的道德责任 所以你就发现说 今天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是否敬前 不代表今天 你是不是常常在教会当中聚会 也不是今天你 是不是参加服饰 也不是今天你是不是懂得唱很多的诗歌 你会背诵很多的经文 今天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敬前 看一下这个人在他面前 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 依靠神的信心 我们以一个依靠上帝的应许的心态 来度过我们的明天 那这是一个敬前的人 我们懂得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安排我们的明天 这是一个敬前的人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你就发现说 他一开始这里说 嗨 你们有话说 你说现在快点来听 听什么呢 听现在这里有一些人说话 而这些人说了什么 这些人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所以说这句话的人呢 他好像觉得自己能够掌握 他自己的一切 他觉得我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 所以今天明天我想做什么 我想去哪里 我要做买卖得利 也在我的手中 所以他觉得自己掌控了一切 那不知道弟兄姐妹 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三国演义对吗 三国演义的103回 当时诸葛亮就设计 把那个司马仪父子 以及当时的卫君 又入那个上方谷当中 所以当时诸葛亮准备做什么事情呢 他准备运那个 他准备把那个谷口 就是上方谷的谷口给截断 然后因为当时准备运那个钢材 烧火把那个司马仪 他们父子跟那个卫君什么 消灭在那个谷内 所以还准备了那个火箭地雷 准备要这些火箭地雷齐发 那结果呢 司马仪父子跟那些卫君 确实被诱导入了这个上方谷之内 所以他们进退无路的时候 快要面临到什么 被火焚烧致死的这样一个灭顶之灾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狂蜂大作 天上就什么 就开始下大雨 所以因为这个狂蜂大作 下大雨的缘故 那这所有的火就被什么 就被烧灭了 那不知道还有人记不记得 当时诸葛亮说了一句什么话 所以当时 当司马仪父子突出重围 逃跑之后呢 之后诸葛亮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可强烈 所以弟兄姐妹们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说 我们说谋事在人 成事在神 我们以为自己能够掌控一切 那结果你就发现说 可能你今天设计的很好 你有了很多的计划 但是你的计划 不一定会实现 所以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样 我们看到全球的人都在 同心协力 要面对这个苦难 对吗 要去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我们今天看到了 我们的有限 新冠肺炎从去年年底开始 到现在已经将近 四个多月的时间 发现说我们还没有解决 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人非常的有限 我们看到了我们人 对一个小小的病毒 有这样的无奈跟恐欢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大家又发现说 今天这个病毒就影响到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在想什么 我们今天在看什么 我们今天说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影响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所以不认识我们个人也好 我们的家庭也好 甚至是整个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也好 都因为什么 这次的疫情受到许多的影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的压力 这次疫情所带来的损失 是我们今天什么 不能够补量的 所以今天就想到我们个人来说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 害怕这一个小小的病毒呢 好像也不进来是对吗 我们今天其实惧怕的不是 这个小小的病毒 我们惧怕的是这个病毒 带来的那个什么 死亡的恐惧 如果这个病毒 它不会带来死亡的恐惧 只是那里发烧感冒 就像平常的流感一样 中胶就中胶 没什么大不了的 它只不过因为 这个病毒带来死亡的恐惧 所以使我们今天 许多人 有了这样的一个压力 跟那个恐慌在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看这个 新冠肺炎的疫情 你就看到了我们人 是非常的什么 渺小 看到说许多的事情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命运 所以有的人信念 有的人得痊愈的 那信念的人 或者得痊愈的人 他就会觉得说 可能我今天已经 炸上了这个病毒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些走了的人呢 那些被病毒 夺去性命的人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永远 都会像现在一样 这么幸运呢 这次的病毒 没有办法夺去我们的性命 但是如果以后 有一个更加严重的病毒来到呢 所以如果今天命运 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如果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还是要买保险 多少人买过保险 今天我们买了保险 真的保险吗 发现我们真的买了保险 就不会有意外了吗 还是不是对吗 今天买保险就是因为有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意外的产生 所以你买了那个 那个生命 那个寿命的保险 你买了那个人生的保险 然后你还买了什么 你还买了车险 买了房子 还要买什么 房子的保险 所以每一样的东西 你都需要去买保险 买保险是因为我知道 会许有意外 我知道可能那个意外来临的时候 那个我不能够去什么 那个我不能够去解决 所以今天我们会去买保险 所以买保险就证明了 今天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意外 会随时发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今天想要说 明天将如何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什么 掌控我们的明天 所以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我们人的有限 所以虽然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甚至是没有一个人知道 下一刻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真言第27章1节告诉我们说 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为明天自夸 如果人以为自己可以计划一切 张贯一切 那这就是人的高傲 所以今天人过于骄傲 这是一种没有什么 心中没有神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刚才说过了 今天我们这些人 如何为明天做打算 所以我们如何为明天做打算 就显现出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那个敬虔 是否是一个敬虔的人 那接下来有个书提醒我们 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所以记得我们今天不能够掌管明天 因为我们人很有限 那接下来他又提醒我们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人以为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就要为自己来设计什么 我自己的人生 这是非常什么 困惯自大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雅各提醒我们 好 我们回来 所以雅各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什么 他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 那在这里他不是说我们的生命 好像是一片云雾 不是好像呢 他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 意思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生命的本质 就跟云雾一样 云雾是什么样子的 发现清晨的时候 你看到云雾过了一会儿 他就什么 他就散了 原来今天我们人不大有限 原来我们人的生命 还是这样的什么 短暂 人的生命就跟云雾一样 是如此的短暂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那我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 我曾经讲过诗篇第八篇 人算什么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尽眷顾他 记得吗 当我讲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的时候 我说过了这里的人跟世人 当时作者用了两个不同的词 当他说人算什么的时候 他说亚当算什么 不过亚当是泥土的意思 他说人算什么 我们是泥土所造的 第二个他说世人算什么 他用的是尹罗氏 尹罗氏算什么你尽眷顾他 尹罗氏是什么意思 是脆弱必死的人 所以原来我们人不过是泥土所造的 是一个脆弱必死的人 就跟云雾一样 非常短暂的一个人生 那我们这样子的人生 我们怎么以为自己可以掌控得住呢 所以圣经里面第一个信心的伟人 叫做亚伯 亚伯的意思是一口气 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该隐 该隐的意思是得 那这个哥哥呢 是什么东西都要得着 他用尽一切的方法都要得着 自己想要的东西 亚伯的意思是一口气 所以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献祭之后呢 神喜悦亚伯的祭物 不喜悦该隐的祭物 所以呢 该隐当时就很生气 他就约他的弟弟亚伯到田间 所以哥哥约他 亚伯就去了 那哥哥在田间骂他 亚伯就骂不还口 那哥哥要打他 他也打不还手 那结果呢 哥哥就把他给打死了 所以这就是一口气的人生 好像出现哨死就不见了 而这个被哥哥打死的亚伯呢 当他死了之后 圣经里面说 他的血从地里面什么 开始向神哀告 所以亚伯这样子一个一口气 故意愿这样的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一口气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的人生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他是一个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一个人生 他把他这一口气的人生 交在上帝的手中 因为既然我的人生这么短暂 我不需要为自己去争取什么 所以他把这一口气的人生 放在神的手中 等他死了之后 他说神啊 生冤在你 所以后来上帝就为他什么 上帝确实为他报仇 所以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 所以人要把这个一口气的人生 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不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明天筹谋太多 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只应当把这个一口气的人生 交在谁的手中 交在神的手中 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这个亚伯存着信心死的 所以当他死了之后 他说当他死的时候 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 那那座城是什么城 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 那座城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 所以亚伯他把这个地上 这个一口气的人生交给神 而上帝把他带入到那个什么 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去 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 他是有份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明天如何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 那如何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呢 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自己的人生 很多人常常说 上帝啊 等我这两年 我这里好好地赚钱 我开店开好了之后 我什么事情都办好了之后 我有时间了 我就来示奔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怎么知道你有明天呢 你怎么知道过了明年 后年 你真的就能够来示奔神呢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 存活那么久远的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连明天的生命都没有了 我今天做了这许多的计划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我们连明天的生命都没有了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接下来 雅各苏的作者告诉我们 今天只有一条出路 今天他告诉我们这条出路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只当说 到四章第十五节 他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看到了吗 他说四章十五节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所以既然明天不在我的手中 他们明天在学的手中 原来我的明天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 在中世纪的时候 那大部分的基督 基督徒呢 他们写完 他们签署完一份文件 他们签署完一份文件之后 在他们的签名后面 一定加上两个字母 加上DV 比如说王立方 王立方签完 已经加上一个DV 为什么要加两个字母DV呢 那DV它其实是从拉丁文 Dio Volunt Dio Volunt 出来的 那拉丁文Dio Volunt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主若愿意的意思 所以当时中世纪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这样子认为的 他们认为说 我今天签署的这份文件 它最后到底能不能够成就 那么这一切都在谁的手中 这一切在神的手中 所以每一个人签署完自己的名字之后 一定加两个字母 叫做DV 所以使徒雅各提醒我们 在这一切的计划上 在我们所有的计划上面 我们应当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 说什么 主若愿意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寻求 上帝的旨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路加平12章16节到21节 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当时呢有一个无知的财主 这个财主呢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求耶稣 他说求你为我 为我的兄弟什么 分一下财产 所以因为他的这个请求 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 那在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说 这个财主呢 门受了上帝的恩典 他得到了很多什么 分胜的产业 他说土地为他 为他什么 生产很多的那些土产 所以因此他就致富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前两周 记得前两周 当长老讲道的时候 一直讲道说 我们为这个社区 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们今天除了募捐 除了为他们安排这些 吃的喝的住的地方之外 我们可以送一些口罩之后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我记得当时 那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呢 那天晚上我吃饭 那我就 我吃饭 我自己煮了一碗饭 好像我一个人 然后前面还有两盘菜 当时我觉得我挺奢侈的 当时我就想着 我可以做些什么 当时想到说 我们除了说 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社区 做些什么的时候 当我自己吃着饭的时候 我正好前面放着 我的iPad 在放YouTube的视频 忘记在看什么了 所以忘记在看什么了 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突然间 YouTube的视频上面 就出现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讲到 一个APP的 而这个APP是什么呢 是Share the meal 那这个Share the meal就是说 他那个广告就告诉我们 他说你可以 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省出50分美金 50 cents 所以只要50分美金 他说你就可以养活 一个孩子的一天 所以一个孩子 他说 一个孩子的一天 只需要50分美金 他说你只要奉献 50分美金一天 那么他们就会为 一个孩子什么 预备一天的食物 当时我就想 因为当时我就在想 我除了可以做这些 参与我们教会的这些 这些 上市之外 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我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所以当时我在思想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APP 那我就下载了 那我下载了这个APP的时候呢 那我就看到这个APP就介绍了 他说 在这个APP里面 他们做过很多的 他们做过统筹 那在他们所知的现在呢 全球有8亿 2100万的人口 每一天在饥饿当中入睡 那这8亿 2100万的人口当中 很多都是小孩子 他说这些小孩子 每天都在饥饿当中 许多人都是在 垃圾堆里面 寻找那些书 所以当时我看了之后 我就很有感动 我说上帝特别是在 这个新冠肺炎 蔓延 全球蔓延的时候 那这些饥饿的人口 增加了更多 所以我当时看着 我自己前面 我觉得两盘菜 已经很奔盛的时候 当时我就很有感动 所以我就下载了这个APP 然后我就看到 哪一个地方有需要 然后我就开始 为他们 那个捐款 然后我就发现说 一天我只要就50分美金 我就可以养活一个孩子 那当时我就觉得 我就做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 不大是把我的 把我们今天 所能够做的事情 不但只是局限在 我们的这个社区 我可以 因为我这个 非常少量的一个金钱 可以做什么 很大的一些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全球 整个地球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呢 一天靠不到 两块美金 来过生活 那我们今天想想看 我们住在美国的人 何等的幸福 我们还拿了什么 救济金是吗 所以你家人口又多 你拿的救济金就又多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什么 幸福的 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他也非常幸福 当人类犯罪之后 地因为人的缘故 受到咒诅 上帝说 因为人犯罪 亚大因为你犯罪的缘故 地要给你生出什么 经济跟吉利 然后人呢 要做什么事情 他说人要汗流满面 才能够从地里得草 一口吃的 当土地受到咒诅 人可能要非常辛苦 劳碌才能够得一口吃的情况之下 而这个财主呢 受到上帝的祝福 上帝使他的什么 地里的土产那么的丰盛 使他成为一个什么 有钱的财主 而这一个人成了 有钱的财主之后呢 他非常苦恼 他苦恼说什么 我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个财主有什么罪 第一个罪就是 他不荣耀神 第二个他不感谢神 在土地沾满 荆棘跟吉利的时候 上帝能够祝福他的情况下 他苦恼说 我没有地方收藏我的出场 他没有荣耀神 没有归感谢给神 所以这个财主没有问 我今天有这么多的土场 我有这么多的田产 我有这么多的财富 我应该为神做什么 或者说他没有想说 我有这么多的财富 我是不是可以去祝福一下 我身边有需要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只问什么 他只问我要怎么办 所以他只问我要怎么办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所以他只问我要怎么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接下来 他问我要怎么办的时候 接下来他开始非常的蛮怒 他蛮起来了 那他蛮着做什么呢 当他有很多的田产财产之后呢 他就开始蛮着盖更大的仓库 开仓库干什么 来积存他自己的粮食跟收藏 因为他有太多的财物 跟太多的粮食要积存了 那他积存这些的财物 积存这些粮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他为的是明天能够过更舒适的生活 让他能够有多年的什么费用 能够安安意义的吃喝快乐 所以他为他明天的打算 显出了他的无知 显出了他的邪恶 所以为什么圣经称他叫做无知的财主 因为他不感谢神不荣耀神 然后呢 他为明天所积存的这些东西 显出了他的无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圣经在这里讲他的无知 并不是因为他很愚蠢 能够有这么多的财产 我相信很多可能是他自己 因为他的很多的什么 他的聪明智慧赚取来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那这里说的无知是指什么无知 指的是道德上里面的无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人在属灵道德方面 是一个极其愚昧的人 这是一个一生全神贯注 只贯注在什么 无知跟他安逸的明天上的一个人 所以你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今天这些钱是我的钱 我要怎么花难道错了吗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喜欢给谁就给谁 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有错吗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也这样子说的话 我们就跟这个什么 财主是一样的结局 所以也是一个无知的人 神对这个无知的财主说 他说无知的人啊 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所以上帝说我要你的灵魂 指的是你的性命 所以上帝说 无知的人 我尽管就要你的性命 你今天所预备的这么许多的东西 你要归给谁 所以那个时候呢 如果你后悔了 虽然这个无知的财主 如果后悔说 哎呀神啊 我将我所有的财产 将我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奉献给你 那你觉得上帝会怎么说 像上帝会说 我不要你的天产 我也不要你的财物 我只要你的灵魂 就是因为我只要你的性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性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的性命在神的手中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上帝不单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肉体的生命 属灵生命的主宰 上帝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主宰 上帝是整个什么宇宙万物的主宰 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 他有这个权柄 所以主若愿意 我就必活着 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 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呢 我发现说 有很多耶稣基督一致的故事 那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 五到七章登山宝训 在山上讲了很多的讲论之后呢 他开始下山了 那耶稣下山就是在第八章 那第八章他就一致了什么 很多的人 所以就有很多一致的世界 那在第一个 来找耶稣一致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一个大麻分病的人 那这个大麻分病的人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留意 他跟耶稣说什么话 他跟耶稣说 他说主若肯就必叫我洁净了 他没有说主耶稣 求你一定要来医治我 他乃是把这个什么 他把这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他知道这个主权在耶稣的手中 所以他没有耶稣 按照他的意思来医治他 他只说主你若愿意 我就必洁净了 所以主耶稣就伸出手来摸他 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人的大麻分就离开他了 他就得痊愈了 所以你看到了吗 在这个医治当中 在这个事件当中 那我们看到 这一个大麻分病人 他知道主权在耶稣的手中 主若肯 主若愿意 我就能得医治 那么再接下去呢 发现 那在第八章的第二个神迹 又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是一个百夫长 那从其他的回忆书 我们做参考 发现这个百夫长 不是自己到耶稣面前来的 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他首先请以色列的长老 来请耶稣去医治 他家中那个瘫痪的病人 因为他相信耶稣 有能够医治的大能 所以他听说了耶稣的名声 所以为着他家里 那个瘫痪的仆人 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医治 所以第一批派了那个长老去 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的长老 来找耶稣的时候 耶稣愿意 耶稣说那我就去 那耶稣要走的时候呢 这个百夫长又拆遣他的仆人 到耶稣跟前 他说 主啊 他说 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搭 所以这个人赶紧阻止耶稣 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 他觉得说 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的家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就 耶稣啊 你不需要到我的家里来 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 他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当官的 他发现 他说人 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这个单兵的就要去 对那个说来 那个人就要来 所以对我的仆人 他说你就只要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要去做 所以他告诉耶稣 你有权柄 你不需要到我的 到我的家里来 我今天相信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得全遇 所以耶稣说 我在以色列当中 没有见过这样大的神迹 所以他说你们回去吧 他的仆人都医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明白我讲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吗 这两个比喻的意思 我要告诉大家 主耶稣基督有权柄 他的权柄 不单只是掌管 这些小小的事情 他的权柄 大到一个地步 能够掌管我们的明天 他的权柄 大到一个地步 掌管生命 所以他的权柄 大到一个地步 使死亡不能够 拘禁我们的灵魂 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大过一切 所以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主 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他是整个什么 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以当他若愿意 我们明天就可以活着 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 所以我们 当我们需要为自己 安排 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这本身没有错 我再说一下 本身是没有错的 我们确实需要为自己安排 但是今天我们的计划 是否以神的旨意 作为我们计划 和安排的主要因素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为自己的明天 做打算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主若愿意的信仰的话 那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 所以主若愿意的信仰 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我们要把 主耶稣基督 把我们的神 带入到我们的计划当中去 所以你的计划 有没有上帝的带领 你的计划 有没有神的引导 你的计划当中 有没有上帝 参与在这其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 雅各说 他说当这些人 为自己的明天 夸口的时候呢 接下来他在第16节说 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 反正要夸口的都是恶的 他说你们以为自己 能够掌管明天的人 你觉得你 你安排了 你的明天 你安排了你的 所有一些将来的 五年十年计划的人 你以为所有一些 按照你的计划 而行的人 他说你们这些人是什么 你们这些人是 都是恶的人 你们是以张狂夸口的人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人若知道行上 却不去行 就是他的罪了 这个跟明天夸口 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在这里 为明天夸口说 明天我能够做什么 明天我要去做什么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不要为明天夸口 你今天 你要来看你的今天 所以明天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但是今天是你可以把握的 今天你要去行上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 英文的现在 英文的现在 是什么 英文的现在是 英文的现在叫做present 那present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什么 叫做礼物 所以present可以翻译成 现在 也可以翻译成礼物 所以什么意思呢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 非常奇妙的 因为今天是上帝 给我们的礼物 现在是上帝 给我们的礼物 因为今天是属于你的 明天你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今天是属于你的 现在这个时刻 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可以使用的 就是你的今天 就是你的现在 所以主耶稣其实 也鼓励我们 要看重我们的今天 对不对 在马太福音 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出什么 一天就 一天当就够了 所以神告诉我们 你要珍惜你的今天 明天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珍惜你的今天 所以圣经没有叫我们 不要为明天打算 但是圣经不喜欢 我们为明天夸口 并且告诉我们 我们有今天单行的圣 我们若是知道了 就应当去行 那其实今天 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 不在于 不知道什么叫做圣 对吗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今天单行的圣 我们都知道 今天 我今天遇到的这件事情 我应当怎么做 是圣 我们知道 那问题是什么 我们不去行 我们知道什么事上 我们也知道要如何去行 那问题就是 我们不去行 那有一个 美国亿万富恩 叫做吉普斯 那这个人呢 他从小是在贫民窟长大的 那后来他成为亿万富恩 有一天呢 有一个人来问他 他说 请问 怎样子才能够成为亿万富恩 他问他 成为亿万富恩的秘诀是什么 然后这个吉普斯就说 他说 我的 我有 我的人生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就是绝对不要喝酒 第二个原则 不要怕吃苦 第三个原则 要信靠上帝 礼拜天都要来敬拜神 那那个人听了之后 就很失望 他说这些原则 谁不知道啊 好 然后吉普斯就说了 他说是 没错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我很少看到 有坚持到底的那一个人 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吗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什么 没有办法坚持 行下去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能不能够 把它行出来 那什么是今天 单行的善呢 那我们说 这个善不就是 做好事吗 做善事吗 没有错 按照我们中文的字译 就是好事 就是行善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参考 其他的一本 特别是英文的一本 ESV一本 他把这个 今天单行的善 人若知道行善 他把它行善 翻译成什么 right thing to do 正确的事情 那什么正确的事情 就是在神眼中 看为正确的事情 都叫做善 所以不是今天乞丐 在路边 我给他几毛钱 这样的善事而已 而是凡是神眼中 看为善的事 神眼中看为好的事 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 都是我们今天所担心的 所以可能在你还没有设想到说 五年十年以后 有钱 或舒服的生活之前呢 我们有今天当做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是否有 担分性给神的 三纳的那一部分呢 但我们还没有想到五年之后 当我们设想到五年之后的事业 要怎么发展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同样有今天当行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应该来看一看 我如何去对待 我如何去祝福我身边的这些人呢 我的同事也好 我的工作伙伴也好 但我们还没有想到说 将来你的孩子 怎样子要出人头地 要上哪一个高中 要上哪一个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你有今天所担心的 就是今天你要帮助 你的孩子与神建立一个关系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更重要的是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疫情当中 可能你说 哎呀我现在好像 只想这个疫情赶紧过去 我要恢复我的工作 有的人已经准备好 要开店 有的人已经有很多的计划了 但是今年的计划 都因为这个疫情而耽误了 所以我们想说 这个疫情过去之后 我要开展我的计划了 那在这个疫情过后 我要开展我的计划 之前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有今天当行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应该 不要让我们自己 继续沉迷在游戏当中 这些小说当中 这些各样的娱乐当中 我们是不是应该 趁着这个时间 来好好建立 我们跟与神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不大事 要帮助你的孩子 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 你自己要先建立 好与神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自己 跟神之间都没有关系的话 你怎么能够帮助你的孩子 建立好与神之间的关系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耶稣应许我们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嫁给我们了 我们是有天父的儿女 对吗 我们是有天上的父亲的 我们不是一个孤儿 既然我们不是一个孤儿 我们不需要像孤儿一样 每一天都在那边 必须为自己筹谋 必须为自己争取一些什么 当我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就是当我先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来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的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了 对吗 所以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 够的话 够铁的话 那上帝就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我都要加给你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今天 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遵照 神的命令而行的时候呢 当时间到的那个时候 一定你就看到了上帝的预备 所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需要说 哎呀我要为今天筹算什么 我要为明天筹算什么 我要为明天 为我的将来 这几十年时间 我要预备很多的东西 你就发现说 当你过度的为明天打算的时候呢 你越为明天打算 结果就是你的 你越为明天什么 忧虑 所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试想一下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能够怎样 对明天得着确定的那个心呢 什么叫做 为明天得着那个确定的心 就是我如何有把握 知道我的明天 是顺利的呢 我怎么知道我的明天 一定是有保障的呢 原来这一切都在于什么 你跟神的关系之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之后我们就看见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就超过了我们什么 所求所想的 所以现今的环境 可能不如意 现今的环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是呢 在今天的诗歌当中告诉我们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 但我知道神掌管明天 所以当我们今天 在这里听了这份信息的时候 怕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 我们有今天当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为明天筹算太多 当我们为明天有一些计划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你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神要你这么做吗 上帝要如何 上帝要你如何 去计算你的明天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若愿意 明天就必活着 可以做这事 也可以做那事 明天的盼望 幕后的指望 都在于神 不在于我们自己 有多么的能干 不在于今天你有多少的财力 不在于今天你有多么的聪明 我们人非常的有限 我们的生命也那样的短暂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得住 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有神的人 我们乃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来祷告 神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谢谢你 因为我们今天是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让我们 主要来到你的面前 可以称呼你一生阿爸父 所以主经常告诉我们说 你都看顾那天上的麻雀 主你就更看顾 你眼中的同仁 你自己所创造的 有你形象 样式的人 所以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造万物的时候 主你没有给动物 有那永恒的观念 但是主你造人的时候 你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主那我们人知道 原来我们有永恒 原来我们知道今天 我们要来寻求你 因为唯有在你的里面 主我们的永恒里面 才能够到你自己的国度 主若是今天 我们没有来寻求你 主我们将来的结局 乃是在永世里面 所以主我们今天 真是把自己 交在你的恩手当中 主那我们真是来承认 主你自己的权柄 大过一切 我们没有人有办法 预料到我们的下一刻 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我们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主 你告诉我们 你掌管明天 主啊 因为你是超越时间的神 你是那超越空间的神 主啊 你是那掌管 那一切的神 神主 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今天 把自己交在你恩手当中的时候 主也求你来指导 我们每一天单行的事情 主啊 帮助我们 不要迷失在陷阱的环境里面 不要迷失在这个 安逸的环境里面 不要迷失 在我们的娱乐当中 主啊 更不要迷失 在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这些物质跟财富当中 主 那我们真实来争议看 主 唯有你是我们明天的保障 我们感谢你 替我们的祷告 和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